第2781章你要等我 独孤 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算子的脸色很是阴沉 因为直到此刻他都不相信 单凭龙傲的实力 能够抗衡自己的儿子 完全是扯淡的事情 最大的问题就是龙傲手中的混沌神器 心里很是愤怒 不过更多的还是贪婪 要是自己能够得到这件混沌神器 想到这里 神算子心里已经开始算计 父亲 龙傲的实力似乎有了很大的进步 也许是刚刚的顿悟 不是靠着混沌神器 叶独孤是灵世传音 所以其他人还听不到 神算子心里简直震惊到了极点 要真是如此的话 龙傲也有点太变态了 只是极限星空不朽 甚至还没有突破半步星空主宰 就能够抗衡星空主宰 很难想象 要是龙傲真的练话题内的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一旦动用手中的混沌神器 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实力 龙傲必死 龙傲 你认为这样就可以离开吗 是否能够离开 不是你说了算 咦 看到龙傲如此有信心 云帝心里反而没有底气 他已经听云露说了很多关于龙傲的事情 有些事情 就算是他都感到匪备所思 不过想想 云帝感觉自己实在太太多心了 就算龙傲的实力因为顿悟稍微强悍了点 不过想要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离开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是有着苍林相助都不行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苍林都非常的好奇 云帝等人的实力如何 他心里最清楚不过 自己和龙傲想要离开 怎么可能 龙傲却不在意 苍林 我们杀出去 听到此话 苍林有点发愣 虽然知道这是有点九死一生 不过却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点点头表示同时 甚至连话都没有说一声 龙傲和苍林要硬吵 云帝笑了 云露也笑了 陈算子等人都笑了 因为众人不知道龙傲是不是脑子突然进水了 想要在十四位星空主宰 并且还有一位掌握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之下 硬闯离开 简直就是扯淡不能再扯淡的事情 不要说龙傲 就算是苍林都未必做到 云帝笑着说道 苍林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只要你现在离开 之前的事情我可以不再追究 没有人反对 苍林的实力摆在那里 除了云帝之外 也无人能够留住苍林 还有 刚刚云帝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苍林背后还有势力 很难想象这个势力到底有多么强悍 不过没有人愿意去招惹 至于云露等人 却没有出言劝解 因为他非常清楚父亲的意思 说到底 还是不愿意招惹苍林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父亲不愿意和苍林背后的势力撕破脸皮 要真的那般的话 对谁都没有好处 云帝心里也很是苦闷 要是换做其他人的话 他根本不会多说半句废话 直接将对方杀了 唯独苍林 要只是苍林一人 哪怕苍林已经掌握了混沌之力 为了顺利夺得两件混沌神器 其中还有一件空间混沌神器 为了这样的混沌神器 就算出手急杀苍林都不是问题 但是结果呢 苍林背后的家族 实力实在太强悍了 要是此事处理得不好 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如此 犹豫了很久的云地 最终还是不想动苍林 不是害怕苍林 而是忌惮苍林背后的势力 至于杀人灭口 他无法做到 因为想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是要能够百分之百急杀苍林 其次还要杀光这里的人 云露三人除外 明显有点不太可能 冷恨一声 冷冷地看着面前的众人 苍林没有继续隐瞒 而是靠近龙傲 直接拉着龙傲的手 说道 生是龙傲的人 死是龙傲的鬼 这是什么意思 众人不是傻子 瞬间就已经明白了苍林的意思 那就是不离不弃 哪怕是和龙傲死在一起 都在所不惜 其他人还好 云露和云露四人的脸色 瞬间阴冷下来 还是那句话 苍林背后的势力非同小可 他们实在不愿意对付苍林 不过一想到龙傲手中的 两件混沌神器 还有其他秘密 云露等人就有点杀意涌现 为了混沌神器 杀了苍林也不是不可能 苍林 走 手握混沌斧 龙傲没有继续迟疑 拉着苍林的手就开始冲了出去 时间顺移之下 龙傲的速度已经飙升到极点 不仅如此 龙傲手中的混沌斧 以最快的速度不断地踢出 这一次 龙傲不仅动用第三斧力量绝杀 甚至还动用第二斧 为的就是踢出星空裂缝 这样的话 他们才有机会离开 别人不敢硬闯星空裂缝 不代表龙傲不敢 龙傲已经想过 与其被死死地困在这里 还不如拼一把 哪怕被星空裂缝吞噬 他也必须离开这里 还是那句话 鬼知道要被困在这里多久 除非他能够练话题内的 无属性混沌石碑 不过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两人距离入口 出本来就不愿意 外加龙傲的时间 顺移和星空裂缝 很快就来到入口 就在苍林准备和龙傲 一起离开的时候 情况突变 龙傲 你做什么 你要等我 说完这一句 龙傲直接将苍林推了出去 并且直接进入 刚刚劈开的星空裂缝 龙傲心里非常清楚 只要自己不离开这里 苍林就不会走 在无法踏入混沌店的情况下 苍林很有可能陨落在这里 他绝对不能连累苍林 不仅是苍林 就算是云地等人 也彻底傻眼了 他们虽然知道龙傲能够破开星空裂缝 却没有想到龙傲敢踏入星空裂缝 因为星空裂缝意味着什么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无比的清楚 就算是龙傲 一旦踏入星空裂缝 也是必死无疑 龙傲的意思 众人已经清楚 虽然和龙傲是敌人 不过龙傲还是值得尊敬的 不过一想到龙傲踏入星空裂缝 必死无疑 连带着两件混沌神器 也会被星空裂缝吞噬 云地四人的脸色就不太好看 第2782张巨脸 神算子等人心里却没有多少失落 龙傲死了 龙傲终于死了 从另外一方面 神算子等人还希望看到龙傲如此陨落 这样的话 他们的不到混沌神器 云地也同样无法得到龙傲手中的两件混沌神器 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 被龙傲一把推出去的苍林 返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亲眼看着龙傲被星空裂缝吞噬 苍林甚至也已经迈入 不过星空裂缝消失的太快 愤怒 无尽的愤怒正是因为如此 不管后果 苍林直接出手 哪怕今天陨落在这里 苍林都要杀了这些人 云地同样没有客气 因为他不杀苍林 自己就是被杀 至于其他人同样没有客气 苍林的实力本身就非常强大 尤其是在这种时候 那就不用多说 以一人之力 独抗时数位星空主宰 由此可以想象苍林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如今的苍林已经心力交瘁 只是短短的数分钟时间 就已经开始不知起来 杀 云地等人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那就是斩草除根 不管苍林背后的实力 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只要在这里击杀苍林 那么根本无人知道 尤其是这个时候 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是等苍林恢复过来 到时候再想要击杀苍林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天武大陆突然间被锁定 正准备继续出手的众人 震惊地看着面前所发生的一幕 这是怎么回事 不仅是他们 就算是已经愤怒到极点 正在狂杀的苍林 突然间昏迷过去 不过却被锁定在半空之中 苍林昏迷的瞬间 半空之中 同时出现一张巨脸 刚毅的脸上写满了威严 给人一种缥缈无虚的感觉 陈算子等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虽然这种事情他们也能够做到 不过能够同时锁定十四位星空主宰 其中还有一位掌握了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 他们肯定无法做到 面前此人到底是谁 不过众人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所看到的肯定不是本尊 这是怎么样的实例 不敢想象 看到面前半空突然出现的巨脸 云地和云路 甚至包括背后的云天和云鹤 全部跪了下来 四人的脸色都很苍白 陈算子众人彻底震惊了 云地的实力他们最清楚不过 可就算是这样的存在 居然看到面前的巨脸 连说都没有说 直接跪了下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算子等人有点萌圈 傻傻地愣在原地 苍前辈 我们巨脸的脸色很是淡漠 看不出有丝毫的愤怒 巨脸冷冷地说道 今日之事 我记下了 日后我会来找你 前辈 巨脸无视云地 带着已经昏迷过去的苍灵 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云地的脸色很是阴沉 他万万没有想到 此人会突然出现 看来此事是麻烦大了 父亲 他为什么不杀我们 你以为他不想吗 既然想 又是为何 不仅是云路想不通 就算是云天和云鹤都同样想不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刚刚出现的巨脸 到底有多么强悍的实力 他们心里最清楚不过 本尊未道 他还无法灭杀我们 云路三人当然知道父亲的意思 云路有些急不可待地问道 父亲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哼 交代你们的事情 这么多年都无法办成 真是废物 云路三人不敢说话 不过心里却是不以为然 毕竟那件事实在太难办了 就算是他们都无能为力 要是那么容易的话 父亲早就搞定了 何必用他们等了这么多年 不过心里想归想 云路三人却不敢真的说出来 从现在开始 不管动用什么办法 我们必须搞定那件事 要是被此人提前 我们 云帝说到这里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云路三人岂能听不懂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起身离去 天舞大陆 再次恢复平静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云帝的实力 居然面对剧脸直接跪了下去 要不是亲眼所见 就算打死他们都不会相信 这是真的 真的难以置信 众位 我想问问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此刻 若木都有点傻眼 刚刚的一幕彻底震惊了他们 连云帝都如此 很难想象 要是此人真的本尊降临的话 那么想要灭杀他们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本以为云帝已经是站在浩瀚星空真正巅峰的人物 不过从刚刚的一幕看 云帝根本不是 看来他们还是井底之蛙 浩瀚星空 不愧是浩瀚星空 经过这次的事情 神算子等人被彻底打击了 神算子想了想 说道 刚刚那位前辈没有理我们 要是我的猜测没错 他应该不会找我们了 不过云路等人就麻烦了 神算子当然希望那人杀了云帝等人 毕竟云帝活着始终是一个威胁 至于实力 神算子越发的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放在浩瀚星空真的不算什么 先不说刚刚消失的巨脸 单单是云帝和苍灵 都不是他能够比你的存在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神算子 你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 不过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鬼知道那位前辈会不会前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做准备 一个连云帝都害怕的人 他们就算做准备又有何用 很是无奈的看了众人一眼 神算子越是无奈帝说道 生死有命 要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 神算子就是如此的断言 刚刚消失的巨脸肯定不会回来找他们 而是肯定会去找云帝等人 这是一种直觉 不过神算子却非常相信自己的这种直觉 事情已经如此 众人也没有多说什么 各自离开 瞬间就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2783张紫园大路 戈之 房门被轻轻地推开 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少女 粗布粗衣 不过却非常的干净 虽然少女看上去很是过得不富裕 不过却无法掩盖少女的姿色 清国清城来形容少女 照样不为过 还是没有醒 双双 此人还没有醒吗 这个时候外面走进来一名妇女 也是极其的美艳 和少女的容貌有着五六分相似 秦双双很是担心地说道 娘 这都已经两个月了 此人还是没有清醒 不过我能够感应到她的脉搏 并没有停止 难道她已经是植物人 秦双双的修为虽然已经达到初级练戏 不过却非常的单纯 也不知道躺在床上的这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赫禄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连女儿都不知道 她更加不清楚 双双 不如你将她带入九仙宫 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救治 九仙宫意味着什么 赫禄心里非常清楚 秦双双却是叹息一声 很是无奈地说道 娘 我只是九仙宫外门弟子 能够做到的事情很有限 就算我将会她带入宫门 也是于事无补 一想到自己的宗门 秦双双就有种深深的无奈 九仙宫虽然强大 不过也要分饰什么地位 九仙宫的内门弟子 当然不用多说 只是外门弟子 对于这样的超级势力来说 实在太多太多了 多如牛毛 赫禄不知道九仙宫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多说 转身离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龙傲感觉到自己的脑海很疼 就好像被人硬生生地拨开一般 自己肯定没有死 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九色莲花元神 龙傲非常有信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才敢踏入星空裂缝 自己这是在哪里 就在龙傲感觉到头疼欲裂的时候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你会一直沉睡下去 太好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艰难地睁开眼皮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绝美的容颜 看来自己的猜测对了 自己并没有死 瞬间 心里很是无奈 更多的还是叹息 对于自己现在的情况 龙傲心里有着一万个无可奈何 虽然有着九色莲花元神户体 就算踏入星空裂缝都无法陨落 不过还是付出惨重的代价 代价 这个代价实在有点太大了 强行踏入星空裂缝的代价 就是如今的龙傲 修为只是七级星空修炼者 想要恢复 恐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有陨落 已经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咦 突然间 龙傲发现自己身处的地方 天地灵气似乎有点太过浓厚 就算是高级未免 都没有出现过如此浓厚的天地灵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何人 我叫秦双双 你呢 我叫龙傲 请问你 不知道我现在身处何处 龙傲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自己强行踏入星空裂缝 被强行传送到这里 秦双双笑了笑 说道 这里是枫叶村 几个月前你受了重伤 被我救了回来 枫叶村 龙傲不是关心是什么村子 真正关心的却是自己身处什么位面 在浩瀚星空什么位置 秦姑娘 我想问问 我如今在什么位面 什么什么位面 啊 龙傲这才注意其面前的美艳少女 就算她的修为降低到七级星空修炼者 不过神世依然是极限星空不朽的神世 所以瞬间就已经知道了面前少女的真实修为 不过龙傲很是好奇少女体内的力量体系 好像和自己修炼的不太一样 这样的话 少女到底是一级星空修炼者 还是二级星空修炼者 有点捉摸不透 不过龙傲很快就确定 少女应该只是一级星空修炼者 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都很偏僻 对于这个大陆的事情不是很了解 请你给我讲讲好吗 秦双双很是善良 要不然的话 不可能救了龙傲的同时 还照顾了她数个月 要是换做其余人 相信早就选择放弃了 秦双双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开始讲解下来 听完之后 龙傲有点震惊 因为这个卫面的修炼者 居然修炼的是另外一种修炼体系 这种修炼体系被称之为修真 这到底是什么卫面 单单是这个卫面的天地灵气 就已经很让她感到不可思议 要是在这样的地方修炼 她的修为恐怕会很快地提升上去 根据秦双双所说 她现在身处的卫面 名为紫园大陆 共有三大超级势力共同掌管大陆 三大超级势力分别为九仙宫 上青门和青云剑派 秦双双正是九仙宫的外门弟子 不过外门弟子却没有丝毫的地位可言 毕竟对于三大超级势力来说 外门弟子实在太多了 紫园大陆的修真者 等级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九个等级 分别为练器 筑机 开光 静单 原因 触鞘 合体 极灭 渡劫 而秦双双正是一位练器修真者 并且还只是初级练器而已 只是简单的感应之后 龙奥就已经知道 紫园大陆的修真者 九大等级和修炼者的等级相差无几 只是修炼的力量不一样 也就是说两种修炼体系一一对应 练器对应一级星空修炼者 筑机对应二级星空修炼者 开光对应三级星空修炼者 静单对应四级星空修炼者 原因对应五级星空修炼者 出窍对应六级星空修炼者 合体对应七级星空修炼者 极灭对应八级星空修炼者 杜杰对应九级星空修炼者 因为自己的修为降低 如今只是七级星空修炼者 相当于修真修炼体系的合体境界 不仅如此龙傲发现自己现在根本无法离开这个卫面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除非是自己能够突破渡截境界 达到更高的境界 才能够离开这个卫面 看来这个卫面还真是不简单 要是换做其他卫面 只要能够突破一级星空修炼者 就可以顺利离开卫面 自己到底来了什么地方 第2784章太多不舍 简单的和秦双双说了几句 龙傲就开始修炼 秦双双对于龙傲是一名修真者 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只是他无法感应出 龙傲的真实修为罢了 一个月转眼而是 龙傲算是彻底稳固了伤势 不过修为却没有丝毫的进展 依然是所谓的七级星空修炼者 很是无奈 龙大哥 你说你要进入九仙宫 恩 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 龙傲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肯定和强行踏入星空裂缝有关系 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先进入九仙宫 看看有没有什么灵草 能够相助自己 经过这几天的了解 龙傲已经发现 自己想象的还是太过简单 浩瀚星空 根据自己的猜测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身处的紫园大陆 应该已经不是所谓的浩瀚星空 猜测是否属实 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龙傲心里却非常清楚 自己的猜测应该没错 此星空比星空 虽然自己身处的紫园大陆 也是身处浩瀚星空 也同样是浩瀚星空众多 未面之中的一个未面 不过却已经不是之前的 那的浩瀚星空 别人也许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初进入剑林山的通道 就已经知道 除了身处的浩瀚星空外 还有着另外的星空存在 也就是这个星空 拥有无数的不明生物大军 一旦浩瀚星空和浩瀚星空的边界被毁灭 那么到时候 无数的不明生物就会涌入 生灵涂炭 本以为除了自己身处的浩瀚星空外 只有另外的一个浩瀚星空 但是现在 龙傲自己猜测错了 除了自己知道的另外一个浩瀚星空外 自己这一刻身处的紫园大陆 也就是紫园大陆所在的这个浩瀚星空 乃是另外的浩瀚星空 不可思议 自己强行进入星空裂缝 居然已经离开那的浩瀚星空 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浩瀚星空 难怪修炼体系不一样 修真体系 和自己之前所在的浩瀚星空 所修炼的体系根本不一样 不过都是大同小异 正是如此 龙傲甚至可以断言 修真九大境界之后 肯定还有着更高的境界存在 不过自己想要离开紫园大陆 并且回到自己之前的浩瀚星空 九仙宫是必须前往的地方 要是实力依然在的话 那么就算杀上九仙宫都没有丝毫的问题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不同 他不仅伤势严重 修为更是降低到七级星空修炼者 这是什么概念 这又意味着什么 龙傲心里非常清楚 要是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强闯九仙宫 一旦遇到八级星空修炼者 或者九级星空修炼者 甚至是更高的存在 那么自己的不到任何的好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先进入九仙宫看看情况 龙大哥 你的修为只要突破练气 哪怕是初级练气 都可以顺利地进入九仙宫 不过却只能和我一般成为九仙宫的外门弟子 双双 想要成为九仙宫的内门弟子 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就算龙傲的修为已经降低到七级星空修炼者 不过只要进入九仙宫 恐怕不仅能够进入内门成为内门弟子 甚至还会轰动九仙宫 只要修为能够从练气顺利突破制住基 那么就可以申请进入内门弟子 原来如此简单 也就是说 只要修为能够突破二级星空修炼者 就可以进入九仙宫的内门 成为内门弟子 对于龙傲来说 太简单不过 双双 我想炼制几枚丹药 不知道哪里可以购买丹炉 还有需要的药材 听到龙傲要炼制丹药 请双双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有些不太相信地问道 龙大哥 你真的要炼制丹药 点点头 龙傲很是好奇 自己的修为虽然已经降低 不过炼制丹药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怎么说 自己还是先要将修为尽快地恢复九级星空修炼者 甚至突破 这样的话 才可以离开这个未念 他可不愿意一直待在这个浩瀚星空 毕竟之前的浩瀚星空 对于他来说 有着太多太多的不舍 瞬间惊喜到了极点 龙大哥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还是一位炼丹师 龙傲更加惊讶起来 其实龙傲并不知道 在紫园大陆 炼丹师的地位要远远凌驾于修真者之上 因为炼丹师炼制出的各种丹药 实在有点太过逆天 不仅如此 炼丹师和修真者不一样 使对人理念 如果有一人可以修真的话 那么十万人之中 都未必有一人可以成为炼丹师 由此可以想象 想要成为一名炼丹师 到底有多么的困难 双双 炼丹师的等级是如何划分的 情双双有些无语 因为他实在想不通 既然龙大哥是一位炼丹师 并且也是一位修真者 那么为什么对于修真者 或者是炼丹师都是一窍不通 不过情双双也没有多问 炼丹师共分为九级 一级最低 九级最高 不过根据传言 每一级的炼丹师 都要拥有相对应的实力来作为支持 要不然的话 根本无法炼制出更高的丹药 只是普遍现象 不过也有特殊 龙奥很清楚 一般情况下 正是如情双双所言 不过自己却是一个例外 就算自己现在的修为 只是七级星空修炼者 不过照样可以炼制出九级丹药 甚至可以炼制出更高级的丹药 不过需要相对应的灵草 龙大哥 你是几级炼丹师 我也不知道情双双没有多想 因为在他看来 就算龙大哥是一级炼丹师 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九仙宫 并且成为九仙宫的那门弟子 龙大哥 我们所在的存在 乃是隶属凤凰古城 所以我们只要进入凤凰古城 即可找到炼制丹药的丹炉 至于是否能够找到灵草 那就不得而知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凤凰古城 正准备起身前往凤凰古城的龙奥 突然看到秦双双并没有起身 就已经知道 事情没有自己想得那么简单 第2785章想通了 双双 怎么了 秦双双一脸的无奈 说道 龙大哥 想要进入凤凰古城 需要接纳一颗灵石 灵石 龙奥对于灵石没有太多的概念 毕竟他醒过来一直都在修炼 所了解的事情也都是自己想要知道的 至于灵石却从未听秦双双说起过 难道龙大哥不知道灵石 秦双双彻底震惊了 因为但凡是紫园大陆的修真者 不可能不知道灵石是什么 可以这样说 没有灵石 在紫园大陆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简单地将灵石说了一遍 原来如此 根据秦双双所说 灵石是一种主存天地灵气的石头 这种灵石乃是紫园大陆的货币 无论做什么都需要灵石作为基础 不仅如此 灵石还可以直接吞噬 从而吸收里面的天地灵气修炼 灵石内的天地灵气 要比外面的天地灵气浓厚得多 更适合修真者修炼 秦双双不是没有灵石 只是灵石相对较少罢了 正是因为如此 秦双双才舍不得一下子损失两颗灵石 九仙宫的外门弟子 没有丝毫的优势可言 甚至从九仙宫内 无法得到一颗灵石 还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双双 你跟我走 我带你进入凤凰古城 龙大哥 我身上的灵石 不知道因为什么 请双双突然改变主意 说道 龙大哥 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凤凰古城看看 我可以带你去 不过想要购买丹炉和灵草 我就没有办法了 就算是最为普通的丹炉和最差劲的灵草 都不是他能够负担起的 就算是内宗弟子 也就是住基以上的修真者 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在凤凰古城购买东西 龙澳没有在意 拉着秦双双离开枫叶村 枫叶村距离凤凰古城不是很远 大概需要数个时辰 凤凰古城乃是整个紫园大陆最大城市之一 属于九仙宫 正如秦双双所说想要进入凤凰古城 需要每人缴纳一颗下品零食 而零食又分为下品零食 中品零食 高品零食和极品零食 一般的高品零食和极品零食都很少见 龙大哥你准备怎么做 直到此刻秦双双还是不知道 龙大哥到底想要如何做 毕竟购买丹炉和灵草需要很多的零食 难道龙大哥要去抢似乎有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双双我们现在卖点东西换取零食之后再购买丹炉 说着龙奥找了一个毕竟繁华的街道 从空间戒指内不断地取出各种兵器 甚至还有一些极其珍贵 却用不上的灵草 当初离开天舞大陆进入浩瀚星空 龙奥当然抢夺过一些灵草 还有一些强大的兵器 只是随着修为的不断提升 不管是灵草还是兵器 对自己都没有什么用处了 灵器 居然是灵器 还有这些灵草 龙大哥 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 刚刚问出口 秦双双就知道自己失言了 毕竟有些事情不该问 就算是朋友都不能问 龙奥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放在心上 是谁容许你们在这里摆摊的 就在龙奥两人刚刚准备卖的时候 不远处走来两个青年 只是练器修真者 不过两人来到龙奥面前 还没有等龙奥说话 继续说道 按照城内的规矩 你所卖的东西 必须先拿出一半 要不然就缴纳一百块下品零食 两人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零器 他们也没有想到 两个香巴佬一般的人物 居然拥有如此多的零器 要是即能够得到一半的东西 外加一百块下品零食 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龙大哥 他们是凤凰古城的地头蛇 地头蛇 岂不就是所谓的小混混 秦双双当然认识两人 两人都是凤凰古城的外门弟子 靠着家族的一点振折 两人不好好修炼 反而留在城内做起地体流氓的勾当 两人的眼力非常的好 知道什么人该惹 什么人不该惹 本来龙傲能够一下子 拿出如此多的零器和零草 两人还在犹豫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是什么身份 不过一看秦双双 两人立刻没有了任何担心 滚 本来龙傲准备先进入九仙宫 然后开始炼丹 看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提升自己的实力 虽然他的实力大幅度降低 不过龙傲却很清楚 这是某种原因实力被强行压制 要是自己能够快速提升实力 那么随着自己的修为不断提升 体内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恐怕也会跟着炼化 龙傲有种直觉 也让他惊喜不已 根据龙傲的推算 自己之所以修为会大幅度降低 乃是因为体内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也许这次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个炼化无属性混沌石碑的机会 这是龙傲刚刚想到的 所以他也知道 自己炼制丹药对于自己来说 基本上没有多少的用处 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地 开始炼化无属性混沌石碑 这样的话 不仅可以恢复巅峰时期的实力 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 直接晋级成为星空主宰 转眼间 地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消失不见 甚至没有等两人说话 龙傲就已经出手 一脚一个 直接将两人踢飞 此刻 两人才知道 自己这一次算是踢到铁板了 秦双双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端端的 龙大哥为什么不卖这些东西 并且还击杀了两人 立刻急不可待地说道 龙大哥 你先离开 等等九仙宫的执法队就要来了 秦双双当然知道宗门的执法队有多么的强悍 不管龙大哥是否有理 杀人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执法队一旦抓住龙傲 想想都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龙傲笑了笑 不在乎地说道 双双 我已经想通很多事情 所以不需要购买丹炉和灵草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不依惠的时间 识人的执法队出现 都是助击境界 看着识人朝着自己这边而来 秦双双暗呼一声这次完了 第2786章惨叫 龙大哥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就在秦双双准备拉着龙傲离开的时候 情况突变 秦双双被龙傲身上突然释放出的气息正开 而这一刻的龙傲 已经缓缓地闭上双眼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秦双双彻底蒙了 根本不知道龙傲做什么 不依惠的时间 识人执法队已经赶来 而四周也围满了人 这人到底在做什么 很有可能是顿悟 我听说过 修为强大的修真者 拥有一种机缘 一旦顿悟 境界甚至可以连续跳 顿悟 似乎已经相信 四周不断传来一阵震惊呼 识人执法队可不管那些 龙傲两人敢在凤凰古城杀人 完全就是挑衅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都要格杀物论 就在识人出手碰触到龙傲的时候 瞬间被吸干 没错 识人体内的力量瞬间被吸得干干净净 啊 看到面前所发生的一幕 所有人都彻底震惊了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此人能够瞬间吸干时 明知法队 本身就已经骇人听闻 龙傲依然紧闭双眼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算是龙傲都不太明白 不过很快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不太愿意相信 难道这是命数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双双 脸色突然一变 整个人都开始强烈的颤动起来 就好像羊巅峰一般 脸上写满了痛苦 龙傲体内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已经漂浮而出 不仅如此 属于混沌石碑的气息 直接覆盖了整个大陆 速度之快 难以想象 下一秒钟 上青门 九仙宫和青云剑派的 无数强者全部降临 如今的凤凰古城 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古兄 此人是谁 不知道 看来此人应该不是我九仙宫的人 半空之中 三名男子副手而立 看着青年 尤其是青年的黑色石碑 三人正是三大宗门的宗主 也是紫园大陆的杜结强者 只差一步 就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 哈哈哈哈 居然是混沌石碑 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低级仙界未念 居然存在着混沌石碑 草 混沌石碑是我的 何人敢碰 罗冲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混沌石碑凭什么是你的 想要夺得混沌石碑 各凭本事 磨鸡各毛 三大宗主正在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随之远处传来无数的疯狂笑声 并且每一股气息都是无比的强悍 难道是 还没有把话说完 三人包括敢停留在半空的所有人 全部被击杀 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啊 看着九仙宫宗主和其他两大宗门的宗主 全部被击杀 本来留下看好戏的众人 一个个疯狂地朝着四周而去 太可怕了 前后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整个凤凰古城的九天地上 已经占满了人 并且随随便便地拉出一人 实力都要凌驾于杜杰之上 龙傲所在的星空 名为仙界 也就是所谓的仙界星空 而仙界星空拥有无数的位面 和龙傲之前所在的浩瀚星空大同小异 除了修炼体系不一样外 杜杰一旦成功 上去便是所谓的散仙 仙界星空的修炼等级 从低到高依次为散仙 人仙 地仙 天仙 金仙 大罗金仙 玄仙 九天玄仙 罗天上仙 仙君 仙王 仙皇 仙尊 仙帝 布朽仙帝 半部星空主宰 星空主宰 而因为混沌石碑所释放出的气息 不仅覆盖了紫园大陆 甚至还散发而出 仙界星空同样分为低级位面 中级位面和高级位面 紫园大陆只是低级位面 最强大的修真者也才是杜杰 一般的 就算是散仙都不愿意踏入一个低级位面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混沌石碑在龙傲的浩瀚星空无人之道 除了最上层的巅峰武者 不过对于仙界星空来说 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 仙界星空 但凡进入星空 哪怕只是最低级的散仙 都知道混沌石碑和秘境的存在 因为想要成就无上巅峰 也就是星空主宰 必须吞噬混沌石碑 混沌石碑的气息很是强大 就算很多人无法感应出来 不过还是有人感应到 并且一传十 十传百 无数的修真者蜂拥而至 无数的修仙者 其中最为强大的更是先皇级别 至于先尊或者先帝 甚至更往上的不朽先帝 不是不在乎混沌石碑 而是根本不知道此事 果然是混沌石碑 看着龙傲面前漂浮的混沌石碑 所有人直接选择无数龙傲和秦双双 因为这样的逆天宝物 不要说他们 就算是半步星空主宰 或者是星空主宰前来 都是恨不得立刻得到的宝物 看到面前的黑色石碑 果然就是传说之中的混沌石碑 已经有人忍不住 快速地朝着混沌石碑而去 不过不管是谁 只要碰触到混沌石碑 立刻发出惨叫声 接着便是戛然而止 瞬间被混沌石碑吸干净 这是什么情况 明明看到前驱之鉴 不过还是有人忍不住出手 要是其他东西也就算了 唯独混沌石碑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混沌石碑意味着什么 一旦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很有可能成就星空主宰 到时候先借星空纵横 想想都感到激动不已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干 最终还是停了下来 不过一眼望去 四周到处都是人 密密麻麻 黑压压的一片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已经开始将焦点 放在龙奥身上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傻子 这个青年紧闭双眼 而混沌石碑就在他的面前 难道是青年已经得到混沌石碑 如今正在炼化混沌石碑 似乎有点扯淡 就算这个青年吞噬混沌石碑 也应该是隐蔽起来炼化 怎么可能如此光明正大的炼化 更何况 传言之中 想要炼化混沌石碑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事情 鬼知道需要多久的时间 第2787章图录 对于四周的情况 龙奥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如今的龙奥 似乎进入一个连他都不知道的情况 秦双双的身体漂浮到混沌石碑前 身上开始散发出一种很是诡异的气息 随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 秦双双的身体被混沌石碑释放出的气息包裹 短短的数分钟时间 秦双双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变化起来 混沌石碑在吞噬此人的精血 不可思议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龙奥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混沌石碑要吞噬秦双双的精血 精血启动混沌石碑 才能够开始炼化 这一刻龙奥终于知道 为什么之前自己炼化无属性混沌石碑 始终无法成功 原来是因为无属性混沌石碑根本没有开启 别的混沌石碑根本不是如此 唯独自己吞噬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至于无属性混沌石碑 为什么偏偏要吞噬秦双双的精血 直到此刻 龙奥还是一无所知 至于四周的众人却不敢乱动 刚刚所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 混沌石碑的诱惑是大 不过和性命相比较起来 还是不够看 混沌石碑吞噬得很慢 就好像在品尝什么好东西一般 而秦双双也看不出任何的痛苦 脸色很是平静 身体也停止了战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无属性混沌石碑能够开启 并且日后也可以开始炼化 龙奥感到很是惊喜 不过这样平白无故的吞噬秦双双的精血 他心里肯定是感到愧疚 并且其中肯定有着什么猫腻 要不然的话 无属性混沌石碑为何好端端的要吞噬秦双双的精血 就算混沌石碑吞噬精血速度慢 不过总有吞噬完的时刻 足足吞噬了数个时辰 只是开启了一半 龙奥能够清晰的感应到 自己拥有的混沌石碑 只是开启了一半 要是另外一半无法开启的话 那么他日后依然无法炼化 深深的叹息一生 对于无属性混沌石碑 龙奥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如何开启另外一半的混沌石碑 龙奥发现 虽然混沌石碑吞噬了秦双双的精血 秦双双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还没有等龙奥和众人反应过来 事情根本没有结束 秦双双被吞噬了精血之后 整个人开始变换起来 渐渐地 秦双双的身体倒了下去 没有了丝毫的气息 龙奥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虽然混沌石碑还没有全部开启 不过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饺子 交出混沌石碑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青年明显得到了混沌石碑 如今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已经重新回到龙奥的体内 不过他却轻轻地抱起秦双双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很疼 似乎和秦双双有着血脉相连的感觉 难道自己认识秦双双 绝对不认识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在此之前 自己绝对不认识怀里的秦双双 不过要是没有丝毫的联系 自己吞噬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怎么可能吞噬秦双双的精血 甚至开启了一半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彻底乱了 龙奥没有就此下定论 虽然自己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他不敢确定 秦双双和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系 甚至龙奥怀疑 秦双双和自己的前世是否有关 轮回本身就存在 无视四周所有人 如今的龙奥 虽然还没有恢复极限星空不朽 不过却已经恢复了一大半 也就是达到了所谓的星空不朽 至于何时恢复极限星空不朽 那么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杀给脸不要脸 四周无数的修仙者全部涌了上来 开什么玩笑 混沌石碑意味着每个人都非常清楚 如此逆天的宝物 恐怕没有人愿意选择放弃 哼冷恨一生 如今的龙奥 修为已经顺利地恢复到星空不朽 按照修真体系 就是相当于先帝级别 而极限星空不朽 相当于不朽先帝 这样的超强实力 对付所有人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插入果断 龙奥可不愿意浪费时间 依然抱着情双双 只是左手开始朝着四周不断地划出 以指带剑 一道道剑气快速而出 甚至没有动用混沌府 草 众人心里大骂 一个个比是到了极点 就算龙奥有点实力 只是简简单单的以指带剑 就可以对抗四周的无数强者 见过狂妄的 却没有见过如此狂妄的 所有人都变得疯狂起来 其中更是有人大开杀戒 因为不管是谁 只要得到混沌石碑就可以将其吞噬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没有人愿意选择放弃 速度 实力 就在众人以为 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青年的时候 一切都彻底变了 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 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 龙奥一指带剑 不断批出的剑气 根本无人能敌 剑气所过之处 到处都是一片血雾 短短的数秒钟时间 四周已经有着90%的人全部陨落 到处都是尸体 这是什么实力 剩下的人都彻底震惊了 生死面前 根本没有人在想着夺走混沌石碑 立刻转身离去 你为什么不逃 龙奥当然不会给这些人任何的机会 剑气纵横 但凡跑的人 全部被剑气所抹杀 唯一没有逃走的是一名魁梧大汉 龙奥神士一扫 就已经此人只是大罗金仙 成鹤被彻底鹤呆了 不过很快冷静下来 小生弟说道 大人 我有办法 可以让你的妻子醒过来 什么办法 龙奥根本没有在意什么妻子不妻子 因为他总是有种感觉 秦双双和自己绝对有关系 第2788章9转生死静 秦双双的精血已经被混沌石碑吞噬得干干净净 这一点龙奥倒是没有丝毫的担心 因为短短的数分钟时间 龙奥已经替秦双双换了精血 没有丝毫的影响 唯独原神 这一刻的秦双双 原神已经非常微弱 甚至随时都可以毁灭 龙奥只能暂时压制秦双双的原神毁灭 至于要救治秦双双 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突然听到此人有办法 龙奥如何不兴奋 立刻迫不及待地问道 陈鹤心中顿时一喜 看来自己这次是赌对了 要是自己也和其他人一般 立刻逃的话 那么肯定会遭受对方的灭杀 甚至没有丝毫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 自己始终是赌对了 陈鹤哪敢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说道 大人 在仙界星空众多先帝之中 有着一位先帝 手中有着一件星空神器 只要原神不灭 那么无论多重的伤势都可以恢复 哦 龙奥很是惊讶 这样的星空神器还真是逆天 秦双双的原神的确没有彻底毁灭 只是留住一丝 要是按照此人的话 岂不是可以救治秦双双 继续往下说 是 陈鹤的态度要多恭敬有多恭敬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只要对方愿意 分分钟将他灭杀 这位先帝大人为永生先帝 手中的星空神器名为九转生死境 在哪里可以找到永生先帝 鹤了一跳 陈鹤虽然知道永生先帝和九转生死境 不过想要找到此人 甚至请永生先帝帮忙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他知道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整个仙界星空的人都知道 大人 龙奥岂能不知道此人心中所想 根本不等此人所说 龙奥就已经摆摆手 说道 只要告诉我 在哪里可以找到永生先帝即可 是 根据传言 永生先帝一直逗留在永生未面的永生殿之中 将确切的未念位置告诉龙奥 陈鹤总算是松了口气 直到此刻 陈鹤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保住性命 毕竟这种喜欢杀戮的人 性格都是反复无常 啊 看着已经远去的两人 陈鹤看着刚刚对方给自己的剑 明显是一柄先剑 并且等级之高 他心里最清楚不过 因祸得福了 如今的龙奥已经恢复到星空不朽 当然可以随便地离开紫园大陆 仙界星空 无边无际 同样是无数的未念灵力 放眼整个仙界星空 先帝无数 不过永生先帝却是最为强悍的先帝之一 除非是不朽先帝 或者是半步星空主宰 甚至是星空主宰 否则的话 根本无人敢招惹永生先帝 龙奥抱着秦双双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永生未圆面 因为龙奥不知道 怀里的秦双双能够坚持多久 一旦秦双双的元神彻底消失 那么就算是找到永生先帝 恐怕都没有用 速度 龙奥不断地动用时间瞬移 速度已经飙升到极限 运头转向 就算有着明确的未面位置 龙奥发现自己瞬移了这么久 还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般无奈之下 龙奥只能先降临其中一个未面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金仙 龙奥笑了笑 将前面的人堵在 问道 请问阁下 不知道永生未面如何走 这位金仙发现有人阻挡自己前行 先是喝了一跳 当看到两人的情况后 就已经知道了龙奥的大概意思 出我直言 我一看你们就是想要前往永生未面 就永生先帝救治你的这位妻子 龙奥点点头 表示同意 奉劝你一句 最好还是选择放弃 想要请永生先帝出手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对方的意思 龙奥岂能不知道 先帝本身就是高高在上 怎么可能给普通人救治 就算是先尊级别的人物都不可能 除非是同等级别的先帝 龙奥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的修为已经顺利突破星空不朽 本身也是先帝实力 龙奥有着十足的信心 以自己的实力几乎可以纵横先帝行列 就算遇到不朽先帝 也可以一战 甚至将对方击杀 不知道永生未面如何走 这位金仙看到龙奥如此的不开眼 也没有多说什么 说到 想要前往永生未面 最快的方法便是不断的传送 传送阵 龙奥没有想到 仙界星空也有着传送阵 并且要比他所在的浩瀚星空 所用的传送阵更加强悍 未念易楚 两名天仙守着传送阵 不断地守着每个人传送所要缴纳的灵石 毕竟传送阵不是想要传送就可以传送的 哪怕是最短的距离 所需要的灵石都是非同小可 更何况还是大范围的传说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一般修仙者根本用不起传送阵 就算是能够动用 也只是偶尔的一次两次 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突然站起身 看着不远处转眼而知的男子 恭恭敬敬地行礼道 拜见先帝大人 先帝 看着传送阵前的男子 四周所有人都是暗呼一声 毕竟先帝意味着什么 众人心里最清楚不过 尤其是看清楚男子的面貌 更有人喝得双腿哆嗦 差点跪了下去 杀戮先帝 居然是杀戮先帝 听到杀戮先帝四个字 四周的所有人全部乖乖地退了出去 因为杀戮先帝在浩瀚星空 实在太有名了 和永生先帝齐名 不过天生喜欢杀戮 曾经一天的时间 吐露了上千个未念 由此可以想象 杀戮先帝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我要去永生未念 立刻给我传送 先帝大人 这里无法直接传送到永生未念 你 还没有等此人把话说完 一道血雾喷出 身体已经缓缓地倒了下去 直到临死 此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并没有说错话 不过四周的很多人却知道 杀戮先帝要杀人 根本不需要有原因 想杀你就杀你 不管怎么说 人家的实力摆在那里 第2789章生不如死 先帝大人 这 这 剩下的一人被彻底喝傻了 他太清楚杀戮先帝的性格 就算杀了他 他背后的实力都不会坑气一声 招惹杀戮先帝 除非是脑子进水 先给我传送到其他未念 越快越好 是 是 是 此人早就喝傻了 立刻开启传送阵 要多快有多快 因为杀戮先帝的传言和刚刚发生的一幕 原本想要传送的众人早就退离 要多远走多远 等到杀戮先帝传送完之后 他们才敢继续传送 也就是说 这一次 只有杀戮先帝一人被传送 这种待遇想想都有 杀戮先帝不仅是独自被传送 甚至不需要缴纳任何的零食 不要说要零食 是否能够保住性命 都是一个未知数 很是满意 杀戮先帝今天的心情非常好 要是换作平常时刻 早就大开杀戒了 要不然的话 他的名号也不会为杀戮 就在杀戮准备进入传送阵 传送的瞬间 一道身影 严格的来说应该是两道身影转眼而至 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 传送阵已经开启 光芒一闪 两道身影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开启传送阵的人 包括远处看好戏的人都彻底傻眼了 居然有人敢抢杀戮先帝的传送阵传送 难道不要命了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杀戮先帝都有点萌圈 紧接着无尽的愤怒化作无尽杀气 直接灭杀了四周所有看戏的人 临走之前 杀戮先帝甚至杀了开启传送阵的人 不管你是谁 敢挑衅本先帝 我让你生不如死 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 就算是同等级别的先帝 哪怕是和自己齐名的那几位先帝 都不敢如此 完全就是在打脸 要是不杀了此人 先不说这口气是否能够淹得下去 单单是面子就彻底丢大了 刚刚那个人是怎么回事 刚刚那人还问我 用什么办法可以最快地赶到永生未免 敢抢杀戮先帝的传送阵 真是不知死活 所有人直到此刻还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这种事情简直就是见所未见 要不是亲眼所见 当真是难以置信 难道此人也是先帝 完全是扯淡的事情 不过为了救人 抢夺传送阵还情有可原 只是抢了杀戮先帝的传送阵 那么运气就太不好了 希望此人不要死得太惨 刚刚抢了杀戮先帝传送阵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龙奥 他可不知道杀戮先帝 直到进入传送阵还在纳闷 为什么所有人都退了出去 而不进入传送阵进行传送 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永生未圆面 龙奥可不管其他 直接进入传送阵进行传送 下一个未念 龙奥刚刚被传送 立刻找到下一个传送阵 准备继续传送 根据打听到的传送和位置 他需要连续不断地传送数十个 才可以顺利地抵达永生未念 时间紧迫 龙奥不知道 混沌店内的秦双双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不过时间越快越好 刚开始的时候 龙奥的确忘了 不过进行传送之后的龙奥 渐渐地冷静下来 这样抱着秦双双始终不是办法 万一遇到危险自顾不暇 先将秦双双放入混沌店 无论是谁 都可以在混沌店内逗留三个月 一旦时间过了 那么就会被混沌店直接抹杀 这也是为什么 龙奥不将家人放入混沌店的真正原因 缴纳三万零食 听到龙奥爆出的未面未至 传说人员心中冷笑一声 一看就知道对方是一个香巴佬 这种宰的机会不多 必须狠狠地宰一下 龙奥身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零食 要是换做其他时候 也许会想办法去搞一些零食 但是现在绝对不能 他在和时间赛跑 哼冷狠一声 龙奥直接掐住对方的脖子 冷冷地说道 我没有时间和你多废话 立刻给我开启味面 要不然的话 龙奥的话虽然没有说完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四周的所有人都被刚刚出现的青年喝啥了 这样做 无非就是自寻死路 毕竟每一个未面的传送阵 都是超级势力把控 这也是为什么 很少有人感动传送阵的注意 但是此人 居然敢不缴纳零食 他以为自己是先帝 真是不知死活 传送人员也有点傻眼 自从他被分配来这里之后 这种事情还从未发生过 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看着面前青年冰冷的双眼 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太恐怖了 是 大人 我立刻开启传送阵 传送阵刚刚开启 龙奥就已经进入传送阵 身影快速地离去 给我停住 龙奥刚刚消失的瞬间 杀戮先帝已经赶了过来 在他看来 对方如此着急地不断传送 肯定是怕了自己 越想越是愤怒 此人实在太狂妄了 杀戮先帝 我们快退 杀戮先帝就好像是瘟疫一般 所过之处 所有人全部退让 毕竟杀戮先帝实在太出名了 尤其是杀戮 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看不顺眼就打开杀戒 鬼知道杀戮先帝何时看你不顺眼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杀戮先帝出现的地方 你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看到杀戮先帝 刚刚送走龙奥的传送人员 再次紧张起来 不过也没有多少害怕 虽然杀戮先帝的凶名在外 不过他背后的势力也不是吃素的 就算是杀戮先帝 都不敢随随便便地招惹自己背后的势力 正如此人所想 一般的先帝 哪怕是杀戮先帝 也绝对不敢随随便便地招惹大势力 之前也是挑得来杀 而这个未念背后的势力 绝对不是杀戮先帝能够招惹的 先帝大人 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去你妹 谁让你给他开启传送阵的 你找死 要是放在平时 杀戮先帝肯定不会招惹 但是现在 情况却不同 杀戮先帝本身就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居然有人敢挑衅他 简直不知死活 不仅如此 传说人员还给对方开启传送阵 第2790章你是什么鸟 传送人员有点萌圈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刚刚那人就差点杀了自己 现在又来了一个更狠的 杀戮先帝 一想到面前的人是杀戮先帝 就有点想死 运气不好的时候 喝凉水都不行 先帝大人 刚刚 死 杀戮先帝直接出手将其灭杀 另外的传送人员 立刻开启传送阵送走这个杀神 直到杀戮先帝离开之后 众人才算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如今的杀戮先帝 已经愤怒得不行不行 对方明显是要去永生未念 不管你是何人 都要将你碎尸万段 想到这里 杀戮先帝反而不忙起来 反正对方和自己都是一个目的地 到时候在永生未念来个瓮中作弊 岂不是更好 从头到尾 龙奥根本不知道杀戮先帝正在追杀他 一门心思地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感到永生未念 时间 时间紧迫 龙奥的速度简直飙升到极限 就算如此 数个时辰后 龙奥终于来到永生未念前 果不其然 原神释放而出 龙奥已经很清楚地感应到 面前的永生未念内 有着一位先帝级别的人物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就是所谓的永生先帝 另外一面 紫园大陆出现混沌石碑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仙界星空 混沌石碑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这样的诱惑 绝对无人能敌 整个仙界星空彻底轰动 每个人都在寻找龙奥的踪迹 哪怕是先帝 不朽先帝 甚至半步星空主宰 这样的人都已经全部出动 为了一面混沌石碑 付出任何的代价都可以 看着面前的永生未念 龙奥没有丝毫的犹豫 不管永生先帝是否愿意出手 他都要一世 一步跨出 龙奥的身影已经进入永生未念 好浓烈的天地灵气 龙奥心里叹息不已 仙界星空的天地灵气 要远远凌驾于自己所在的浩瀚星空之上 难怪这里的人 实力普遍要更高一些 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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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之前建灵山通道 还有如今仙界星空的事情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不止三个浩瀚星空 肯定还有着其他的浩瀚星空 难道浩瀚星空和未面一般 有着无数的浩瀚星空灵力 龙奥知道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的猜测应该没错 很是震撼 要是此事传出去 不管是之前的浩瀚星空 还是如今的仙界星空 恐怕根本无人会相信此事 没有继续纠结浩瀚星空的事情 因为现在还不是这个时候 哼 我就不相信追不上你 龙奥刚刚踏入永生未面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去找永生先帝 外面就快速而来依难此 不是别人 正是追杀而来的杀戮先帝 你是何人 龙奥不问还好 这一问 在杀戮先帝看来 对方明显是故意挑衅自己 这么多年来 还从未有人敢如此挑衅自己 好 很好 非常好 看着愤怒不已的男子 龙奥彻底萌缺了 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对方确实杀戮先帝 龙奥到时候有点小心 虽然他的修为已经顺利地恢复星空不朽 也相当于先帝境界 不过面前的此人 实力明显非常强悍 尤其是他还不知道这个浩瀚星空的修仙实力 凡是小心 小心使得万年传 你到底是何人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竟然敢挑衅我 你真的很是狂妄 滚开 龙奥根本不想和眼前人多说废话 就算面前男子的实力不错 他也没有时间 毕竟秦双双的元神越来越弱 鬼知道何时就会彻底消失 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永生先帝 龙奥心里越来越感觉到 这个秦双双和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 只是自己现在不知道罢了 谭兄 这里是永生未面 不如给我个面子 如何 就在杀戮先帝准备出手的时候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 龙奥几乎不用猜测 就已经知道突然降临的老者是何人 肯定就是自己这次前来找的目标 永生先帝 哼 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 我今天要是不灭了他 我就不是杀戮先帝 杀戮先帝 杀戮先帝是个什么鸟 龙奥故意如此 直到此刻他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哪里招惹了这位杀戮先帝 不过对于永生先帝 龙奥却是有种看不透的感觉 难道永生先帝已经 永生先帝永远都是笑咪咪的样子 笑着说道 谭兄 难道这个面子你都不愿意给我 男公颖 你我多年交情 你却在这里和我作对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到永生先帝一直在替对方说话 杀戮先帝彻底目了 他本身朋友就很好 永生先帝算是一个朋友 这次也是专门而来 和这个好朋友做作 却没有想到永生先帝会如此 还没有等永生先帝说话 龙奥已经很不耐烦地说道 我不管你是什么鸟 你最好现在给我闭嘴 否则的话 我不介意将你直接抹杀 杀戮先帝能够成为先帝 本身要是极其聪明的人 虽然他看不透对方的实力 还以为对方是修炼了什么强大的隐藏功法 现在对方明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居然还敢如此挑衅 那就只能说明一点 对方的实力可能要凌驾于自己之上 永生却没有丝毫的意外 点点头 说道 如此年纪轻轻就能够突破先帝境界 日后必定可以成就不朽先帝 先帝 对方只是先帝 杀戮先帝当然不会去怀疑永生先帝的话 因为他非常清楚永生先帝的本事 既然永生先帝说对方是先帝 那么对方肯定就是先帝 对方要是所谓的不朽先帝 自己也许还会忌惮三分从而选择离开 不过对方却只是先帝 同级别之中 只有少数的几人能够让自己忌惮 那么眼前此人如此年轻 就算已经成就先帝 也肯定不是自己的敌手 这点杀戮先帝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第2791章喝傻了 李氏找死 龙奥实在不想继续废话下去 根本不等杀戮先帝反应过来 一步跨出 拳头已经狠狠地砸了出去 同等级别 龙奥根本无惧任何人 杀戮先帝彻底愣住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敢主动出手 完全是挑衅自己 这种挑衅必须急杀对方 这一次连永生先帝都没有继续劝解下去 本来很是欣赏龙奥 却发现龙奥如此的狂妄 杀戮先帝已经有了松动 他却主动出手 不管是永生先帝还是杀戮先帝 其实都不认为龙奥的实力有多强 朱到底 还是因为龙奥的年纪太轻了 杀戮先帝彻底慕了 动了杀念 转眼间 杀戮先帝和龙奥已经硬碰硬 你用拳头 我也动用拳头 瞬间 两人的拳头就已经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轰的一声 杀戮先帝被龙奥一拳直接击飞 喝了一跳 永生先帝万万没有想到 龙奥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悍 只是随随便变的一拳 居然直接击飞杀戮先帝 他非常清楚杀戮先帝的实力 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龙奥却没有丝毫的留情 对敌人永远要狠 斩草除根 阁下何必如此 永生先帝终于出手了 不过龙奥却没有因为有求于永生先帝 从而有丝毫的留情 以止待见 龙奥朝着杀戮先帝直接画了出去 就算明明知道永生先帝已经出现在面前 龙奥照样还是画了出去 星空裂缝 不管是杀戮先帝还是永生先帝 看着四周出现的星空裂缝 两位先帝彻底震惊了 不过这个时候 永生先帝所展现出的实力远远超出先帝范围 果不其然 龙奥没有丝毫的意外 因为他已经猜出 永生先帝的修为已经顺利突破 达到了所谓的不朽先帝 阁下 请住手 龙奥根本不惧永生先帝 就算永生先帝的修为已经顺利地突破不朽先帝 李居然能够破碎星空 杀戮先帝彻底喝傻了 刚刚要不是永生先帝出手 相信现在的他已经被星空裂缝吞噬 难以置信 直到此刻 两位先帝还是想不通 龙奥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不管是龙奥之前所在的浩瀚星空 还是如今的仙界星空 根本无人能够破碎星空 哪怕是星空主宰都做不到 龙奥是唯一一个可以破碎星空的人 阁下到底是何人 看到对方无视自己 杀戮先帝没有丝毫的愤怒 要是换作之前 早就出手了 龙奥 你是永生先帝 龙兄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叫我的名字 南宫尹 龙奥笑了笑 说道 南宫兄 我有为朋友受了极重的伤势 元神随时都可能消失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救治他 没有丝毫的感到意外 永生先帝当然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星空神器 到底有多么的逆天 只要元神不灭 就可以救治恢复如初 一般人 永生先帝根本不会救治 毕竟浩瀚星空 要是每个人都求他 而他也必须出手救治的话 那么他肯定已经累死了 我先看看 龙奥从混沌殿内 轻轻地爆出秦双双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秦双双 龙奥的心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就好像认识了无数年一般 这种感觉说不起到不明 看到龙奥怀里少女的伤势 南宫颖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一步来到龙奥面前 就已经抓住秦双双的脉搏 脸色越来越凝重 精血已经被全部吞噬完 现在的精血是刚刚重生 原神几乎已经消失了99% 南宫颖其实没有说完 如今的秦双双已经到了九死一生 随时都有可能原神毁灭 到时候连进入轮回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样 难道连南宫颖都没有办法 看到一脸凝重的永生先帝 龙奥心里咯噔一下 不管付出多少的代价 他都要救治秦双双 龙兄 我的九九转生死境 虽然可以救治一切伤势 就算是只剩下一丝猿神都没有问题 不过恕我直言 这位姑娘是不是转世之身 转世之身 我不知道 你如何确定 南宫兄的本领大得很 他说这位姑娘是转世之身 就一定是转世之身 这点毫无疑问 无是杀戮先帝 不过龙奥也没有多少怀疑 毕竟南宫颖默有必要欺骗自己 秦双双要真的是所谓的转世之身 那么自己如此感觉 和秦双双似乎认识了无数年 难道自己也是转世之身 转世 龙奥有点不太相信 此事还有待研究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救治秦双双 还是那句话 不管付出多少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南宫兄 是否有办法 有 不过几乎是办不到 你的酒转生死境都做不到 龙奥彻底担心起来 要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么事情就麻烦大了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的酒转生死境虽然强大 不过也不是无所不能 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元姑娘的情况太过特殊 我几乎可以断言 就算是我的酒转生死境 都没有办法救治这位姑娘 心里一沉 龙奥当然知道 南宫颖肯定不会 故意不救治秦双双 很是无奈地说道 有什么办法直说 南宫颖看了看身边的杀戮先帝 说道 今日之事 你听完到此为止 还没有等南宫颖把话说完 杀戮先帝已经说道 我的为人你应该了解 绝不外传 龙奥很是好奇 到底是什么事情 居然如此隐秘 龙兄 你听说过混沌石碑吗 听说过 不仅听说过 自己的体内还有着一面混沌石碑 并且自己的龙腾帝国之内 有着很多人都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不过龙奥却没有说出来 我想了很多办法 想来想去 只能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那就是吞噬混沌石碑 从而炼化混沌石碑 这样的话 也许因为混沌石碑的镇压 这位姑娘能够保住原神不灭 第2792章东黄山 除了吞噬混沌石碑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龙奥知道 事情麻烦大了 要是换做以前 龙奥肯定没有丝毫的问题 自己得到那么多的混沌石碑 给秦双双吞噬一面混沌石碑 根本不是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 情况不同 他得到的所有混沌石碑 已经全部送了出去 至于体内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就算自己愿意 恐怕秦双双都无法吞噬 我可以先用酒转身死尽 保住这位姑娘的原神不灭 不过想要恢复 还是要吞噬混沌石碑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龙奥见过无数受了重伤的人 却没有见到这种情况 居然用混沌石碑恢复伤势 要是每个受了重伤的人 都需要如此的话 那么事情真的麻烦大了 试问 整个浩瀚星空 又有几人能够得到混沌石碑 南宫兄 我想问问 仙界星空有几位星空主宰 南宫尹已经取出酒转身死尽 在秦双双的原神之中设下封印 这样的话 只要不是继续受到重创 那么短时间内 秦双双应该不会原神消失 擦了擦头上的汗 南宫尹回答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龙奥有点傻眼 南宫尹身为不朽先帝 本身的实力已经站在了浩瀚星空的最巅峰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仙界星空到底有几位星空主宰 很是好奇 难道南宫尹有什么难言之隐 南宫尹莫有说话 杀戮先帝反而说道 龙奥 南宫兄的确不知道 不要说我们 恐怕就算是半部星空主宰都不知道 至于星空主宰是否知道 还是一个未知数 原来南宫尹真的不知道此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奥也没有继续仇恨杀戮先帝 相信有了之前的事情 就算给杀戮先帝一万个胆子 恐怕杀戮先帝也不敢继续对付自己 龙兄 我们不是敷衍你 仙界星空的星空主宰应该不少于数百位 至于到底有多少 根本无人知道 彻底震惊 就算打死龙奥都万万没有想到 仙界星空之内 居然有着最辞不少于数百位的星空主宰 这是什么概念 龙奥很清楚 数百位星空主宰甚至更多 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过想想也就释然了 想当初 浩瀚星空本身也有招数千位的星空主宰 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数千位元星空主宰全部消失一空 也许只剩下云地等人 掌握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又有几位 没有 南宫颖说得很是肯定 龙奥没有丝毫的怀疑 不管怎么说 掌握混沌之力和没有掌握混沌之力 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按照自己现在的实力和情况 想要返回自己之前的浩瀚星空 明显有点不太现实 混沌石碑 自己想要获得混沌石碑就至情双双的话 那么就要就地取材 不过想要夺得一面混沌石碑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龙奥很清楚 这个仙界星空和自己身处的浩瀚星空 情况应该相差不多 只要自己的运气好 那么肯定能够找到混沌石碑 似乎能够猜到龙奥心中所想 南宫颖颜又止 南宫兄 有什么话不妨只说 龙兄 数天前 我得到一个关于混沌石碑的消息 今天你要是不来 明天恐怕就见不到我了 仙界星空出现了混沌石碑 心中顿时一喜 龙奥正在发愁 到底该怎么办 才能够顺利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一面混沌石碑 虽然秦双双的元神 因为九转生死尽的缘故 可以暂时保住不灭 不过这样下去始终不是办法 数天前 我秘密地得到一个消息 在东黄山 出现了混沌石碑的气息 不过很多星空主宰 半步星空主宰 不朽先帝 先帝全部赶往了东黄山 说到这里 南宫颖颜又继续往下说 不过其中的危险 不管是龙奥还是杀戮先帝都非常清楚 立刻前往东黄山 联想都没有想 龙奥就已经决定要前往东黄山 因为对于自己来说 这是一个机会 杀戮先帝谈章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点点头 表示同意前往东黄山 其实两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东黄山出现混沌石碑的气息 到底意味着什么 无数的强者蜂拥赶去 要是运气不好的话 不要说得到混沌石碑 甚至还会丢掉性命 从而得不偿失 龙奥之所以前往东黄山 乃是为了救治秦双双 毕竟南宫营已经输了 除了吞噬混沌石碑 靠着混沌石碑恢复伤势之外 秦双双没有其他的办法 至于杀戮先帝 则是希望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从而成就星空主宰 两位 我们三人一起前往东黄山 不如就地组建一个联盟 等稍后进入东黄山之后 要是我们能够顺利地得到混沌石碑 那么有缘人的知 如何 要是换做其他时候 龙奥肯定会答应 但是现在 南宫兄 我准备独自一人前往东黄山 不管是杀戮先帝还是永生先帝 岂能不知道龙奥的意思 谭章心里很是不爽 不过碍于龙奥的恐怖实力 敢怒不敢言 至于南宫颖 却是没有丝毫的在意 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强求 出走就走 看着龙奥的身影快速消失 谭章很是愤怒地说道 南宫兄 此人除了能够破碎星空之外 还能做什么 居然不和我们一起 我倒要看看 他这次前往东黄山 是否能够活着离开 南宫颖说道 龙奥此人不简单 破碎星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无法做到 要是我们能够获得这种神通 到时候 就算是同等级都可以做到无敌 我们抢搏 不要轻举妄动 我刚刚已经说了 龙奥不简单 我们先前往东黄山 这一次 我一定要成功 看来命数对我还不错 南宫颖笑了 不过站在一边的谭章 确实好奇不已 不知道南宫颖到底要做什么 第2793章 不管不顾 东黄山 东黄山 位于东黄卫面 整个卫面没有一人 并且是仙界星空的绝对境地之一 无论是谁 只要踏入东黄山 都是有去无回 就算是半部星空主宰 都不敢轻易地踏入东黄卫面 至于东黄卫面内到底有什么存在 尚不可知 要是放在平时 东黄卫面四周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 但是现在 除了星空主宰已经进入东黄卫面之外 其余的人 包括半部星空主宰都不敢随随便便地踏入 混沌石碑的诱惑是大 不过也不能为了得到混沌石碑 从而丢掉性命 龙奥也已经顺利地抵达东黄卫面 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也是无奈不已 看来混沌石碑的诱惑力还真是大 这里最词的人都是修为达到了先帝 其中不朽先帝一大堆就算是半部星空主宰都有数百位 仙界星空不管是半部星空主宰还是星空主宰都有着数百位之多 这要是放在之前那的浩瀚星空真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龙奥可不管东黄山是什么危险之地 只要能够夺得混沌石碑就至情双双即可 联想都没有想一步跨出直接朝着面前的东黄卫面快速而去 那个人只是先帝居然敢踏入东黄卫面 不知死活看着一道身影快速地进入东黄卫面 四周传来道道惊呼声 毕竟东黄卫面作为仙界星空的境地 并且是绝对境地 除了星空主宰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敢随便踏入其中 一个小小的先帝 连半部星空主宰都还没有行动 对于龙奥冒着九死一生也要踏入东黄卫面 众人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 随着龙奥的进入 开始有人也跟着进入东黄卫面 虽然不愿意面对生死 不过还是那句话 混沌石碑的诱惑力是绝对的 根本无可比你 要不然的话 这些人也不会前来这里 有了第一个 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短短的数分钟时间 就已经有了一半的人不断地涌入东黄卫面 剩下的人怎么可能继续坐以待毙 要是这个时候不进入 等到其他人得到混沌石碑 那么就算他们能够进入也已经晚了 想到这里 剩下的人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立刻起身进入东黄卫面 东黄卫面 无边无际 无论是谁 哪怕是龙傲进入其中 都无法借助元神覆盖整个卫面 由此可以看出 东黄卫面到底有多么的诡异 按照正常情况 一个卫面 哪怕是高级卫面 不要说其他 单单是先帝级别的人物 都可以借助元神覆盖整个卫面 但是现在呢 诡异 这个现象不仅是龙傲 就算是其他人也同样发现 南宫兄 你快看 龙傲在那边 南宫兄和谭章两人结伴而来 刚刚进入东黄卫面 就发现了元楚的龙傲 如今的南宫兄已经顺利地突破不朽先帝 两人联手 除非是半步星空主宰 否则的话 根本无人能敌 先不要打草惊蛇 我有种直觉 只要我们跟着龙傲 就一定能够找到混沌石碑 听到南宫兄的话 杀戮先帝很是惊讶 虽然龙傲的实力是强大 不过混沌石碑乃是飘渺无虚的东西 不过杀戮先帝很相信南宫兄所说的话 也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远远地跟着龙傲 一直吵着东黄山而去 东黄山 坐落于东黄卫面东面 整座山峰直插九霄 远远望去 很是壮观 啊 龙傲刚刚抵达东黄山 正准备进入东黄山看看自己的运气 就在这个时候 面前的东黄山内 不断传出凄惨的叫声 传遍整个天地 听上去格外的刺耳 听到惨叫声 准备进入东黄山的众人全部停了下来 还是那句话 混沌石碑是重要 不过和性命相比较起来 还是有点不够看 四周议论纷纷 根本不知道东黄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很快 就有人发现 无数的身影从东黄山而出 一眼望去 少说也有数百人 数百人之中 各个身上都释放出强悍的气息 一看之下 就算是龙傲都有点心惊 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从东黄山出来的数百人 几乎全部都是星空主宰 这是什么概念 刚开始的时候 龙傲还不太相信 毕竟数百位星空主宰 不是乱概的 不过当现在真正看到 龙傲算是真正见识了 数百位星空主宰同时出现是什么情况 要是仙界星空和自己之前所在的那的浩瀚星空打通 想都不用想 仙界星空完全可以统治自己的浩瀚星空 毕竟两个浩瀚星空 实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东黄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刚刚进入的数百位星空主宰 要同时出来 看来东黄山不简单 不过龙傲却没有丝毫的意外 既然东黄山能够出现混沌石碑 那么本身就已经说明 东黄山肯定不简单 那个人做什么 就在数百位星空主宰刚刚出来的瞬间 一道身影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东黄山 根本不顾危险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数百位星空主宰 都是喝了一跳 不知道此人到底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刚刚冲进去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龙傲 还是那句话 要是换做其他时候 龙傲也许会忌惮一二 毕竟连星空主宰都不得已退出东黄山 几乎可以断言 东黄山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不同 龙傲非常清楚秦双双的情况 就算有着九转生死境封印着元神 秦双双暂时不会元神消失 不过这样下去始终不是办法 自己必须得到混沌石碑 想要击杀一位星空主宰强行夺走混沌石碑 难如登天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东黄山 要是错过这次的机会 鬼知道等到下一次的机会需要多久 正是想到这里 龙傲才毫不犹豫地进入东黄山 不管不顾 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照样进入 第2794章黑雾残检 刚刚踏入东黄山 龙傲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四周一片白雾朦胧 就算是他的实力 都无法看出数千米外的地方 这是什么概念 东黄山太过诡异 不过为了救治秦双双 龙傲可不管不顾 依然步步为营 靠着前方一步步走去 混沌石碑 势在必得 龙傲不敢有事好的大意 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往前走 手握混沌府 东黄山连数百位星空主宰都能够逼出去 想想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黑雾侵蚀 龙傲终于知道 为什么数百位星空主宰会被逼出东黄山 原来罪魁祸首就是四周的黑雾 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 不过随着进入东黄山越来越深 四周的黑雾开始疯狂地吞噬 吞噬血肉 吞噬元神 吞噬的速度非常之快 不仅如此 龙傲发现四周的黑雾非常强悍 不要说一般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可能抵挡住黑雾的吞噬 也正是因为如此 星空主宰全部退出东黄山 根据龙傲的猜测 想要抵挡住黑雾吞噬 最起码也要掌握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才可以做到 退 龙傲可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立刻转身撤退 不管怎么说 先离开东黄山再说 但是结果呢 还没有等龙傲来得及撤退 四周的黑雾就已经开始疯狂地将其包裹 短短的数秒钟时间就已经看不见龙傲的身影 这一刻 龙傲四周的黑雾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残检 只能够看到黑雾不断流窜 至于龙傲早已看不到 东黄山外 数百位星空主宰已经真正见识了黑雾侵蚀的可怕 就算是他们 要是被黑雾强行侵蚀 而不早点撤退的话 照样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前驱之见 没有一位星空主宰敢随随便便地继续踏入 东黄山 很是着急 明明知道东黄山内 有着星空主宰存在 却不敢踏入 星空主宰不敢进入东黄山 不代表其他人不敢 混沌石碑的诱惑力绝对是杠杠的 明明知道东黄山内肯定有着危险 要不然的话 众多星空主宰也不会出来 不过就算如此 还是有人不惧生死 直接踏入东黄山 很快 一声声惨叫从东黄山传出 前后还不到数分钟的时间 进入的众人就已经停止了喊叫 这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但凡进入东黄山的人 基本上都已经死在这里 看来星空主宰能够顺利地离开东黄山 本身还是实力强大 东黄山威慑住了所有人 人群之中 南宫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杀戮先帝也很想进入东黄山 毕竟里面就有着他梦寐以求 都想要得到的混沌石碑 不过之前的惨叫声依然回荡在耳边 有心无胆 对于杀戮先帝的意思 南宫引起能不知道 脸色同样很凝重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东黄山 并没有回答杀戮先帝的话 很是好奇 不知道为什么 杀戮先帝总是感觉南宫引 有点不太对劲 自从龙傲踏入永生未面就是如此 尤其是来了东黄未面 越发地诡异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各所以然 不过杀戮先帝却有种不好的预感 最终还是强行压制下去 自己和南宫引始终都是多年的老朋友 南宫引怎么可能对自己不利 看来是自己多想了 南宫引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下一秒钟 就在所有人都不敢动的时候 南宫引的身体突然朝着东黄山而去 转眼间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啊 先不说其他人 单单是杀戮先帝就彻底惊呆了 他刚刚就感觉南宫引不对劲 原来是想要踏入东黄山 不过东黄山的情况已经很明显 但凡进入的人都会陨落 除了星空主宰 至于半步星空是否能够不死 至今还不知道 因为没有一位半步星空主宰 踏入东黄山 南宫引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朋友 谭章很是担心南宫引的安危 不过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清楚 之前连不朽先帝都陨落在东黄山 更何况是他强行进入东黄山 只有死路一条 生死面前 就算是杀戮先帝都怕了 南宫引的速度非常之快 似乎知道东黄山是什么情况一般 手中已经出现一面镜子 正是传说之中的九转生死镜 南宫引看着四周的黑雾 自语道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被我等到了 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四周的黑雾没有丝毫的客气 立刻开始侵蚀南宫引 要是正常情况下 就算南宫引的修为 已经顺利地突破不朽先帝 照样无法抵挡住黑雾侵蚀 毕竟刚刚就有数十位的不朽先帝 死在这里 不过南宫引却没有丝毫的担心 而是手握九转生死镜 脸上写满了期待 九转生死镜上释放出黑白两种光芒 直接在南宫引的身体四周布置出 一片黑白相间的境地 四周的黑雾根本无法靠近 心中大喜 在进来之前 就算是南宫引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靠着自己手中的九转生死镜 就一定能够成功抵挡住黑雾侵蚀 不过猜测是对的 看着四周的黑雾被黑白光芒挡在外面 南宫引兴奋到了极点 没有丝毫的迟疑 趁着这次的机会 南宫引立刻加快脚步 不过还没有走了几步 就停了下来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雾残解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很是好奇 南宫引不知道面前的黑雾残解 到底是什么东西 虽然他手中拥有着九转生死镜 却依然不敢碰触黑雾残解 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南宫引的速度不减 直接绕开黑雾残解 快速地朝着前方而去 就在南宫引刚刚离开几步 黑雾残解已经开始疯狂地吸收四周的黑雾 吸收的速度很是恐怖 猛然回头 震惊地看着面前的黑雾残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好端端的 黑雾残解会突然吞噬四周的黑雾 连连后退 不过南宫引却发现 黑雾残解吞噬四周的黑雾 黑雾根本不会继续侵蚀 第2795张融合 不可匹敌 东黄山 整个东黄山 四周的黑雾被黑雾残解疯狂地吞噬 速度越来越快 所有人都已经感应到 却还是没有一个人敢随随便便地踏入东黄山 因为没有人知道 东黄山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黑雾残解内 龙奥同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好端端的会被黑雾裹住 连洞都无法动弹分毫 很是担心 不过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 自己也无能为力 这是怎么回事 龙奥发现 自己被困在黑雾残解内 不断地吞噬着外界的黑雾 这些黑雾全部涌入自己的体内 可要知道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龙奥亲身经历过黑雾的恐怖之处 就算是他都被黑雾侵蚀 甚至连星空主宰都无法抵挡住黑雾的侵蚀 如此恐怖的黑雾 如此疯狂地涌入自己的体内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根本不知道 无法动分毫 就算想要驱除体内的黑雾也是有心无力 到底该怎么办 这一刻的龙奥彻底无奈了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渐渐地 他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 因为要是黑雾侵蚀他的身体 那么只需要短短的数分钟就可以做到 但是结果呢 无数的黑雾涌入龙奥的体内 开始流遍全身各处 不过黑雾并没有丝毫的逗留 就开始涌入丹田 修为再次提升 从星空不朽突破至极限星空不朽 也就是说 如今的龙奥已经顺利地恢复当初巅峰时期的实力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黑雾 要不是黑雾涌入体内相助 鬼知道想要恢复极限星空不朽 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 黑雾到底在做什么 龙奥很是惊讶 因为涌入体内的黑雾全部进入丹田 开始旋转起来 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黑雾在丹田并没有逗留多久 紧接着就开始离开丹田 涌入九色莲花原神 彻底震惊 不过龙奥也没有多少担心 对于自己拥有的九色莲花原神 龙奥很有信心 不死原神不是乱概的 就算是黑雾想要侵蚀九色莲花原神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彻底震惊了龙奥 因为无数的黑雾开始融合九色莲花原神 就算想要阻止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者融合 到底是好是坏 至今还不知道 时间快速地流逝 持天时间转眼而逝 短短的十天时间 整个东黄山的所有黑雾已经消失殆尽 全部被吸入黑雾残检 严格来说 是被龙奥吸入体内 并且和九色莲花原神融合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不知道会如何想 从头到尾 南宫影都没有离开半步 死死地盯着黑雾残检 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 冷冷地自语道 哼 没有想到你比我快一步 不过最终胜利的还是我 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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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时候 黑雾残检开始慢慢地碎裂 很快 整个黑雾残检脱落在地 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 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 龙奥忍不住心中的惊喜 因为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九色莲花融合黑雾之后 不仅没有丝毫的影响 反而越发地强大 原神攻击 不要说同等级的舞者 就算是遇到半步星空主宰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对方的原神 不仅如此 龙奥甚至有种感觉 自己如今的原神攻击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敢轻易硬碰硬 要不然的话 完全可以重创星空主宰 虽然有点扯淡 不过龙奥还是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过直到此刻都不知道 黑雾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好端端地要融合自己的原神 想不通就不想 因为龙奥知道 有些事情 到了那个时候 自然而然地就会解开 何必继续纠结下去 一点用处都没有 除了浪费时间 南宫兄 你也在这里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除了自己之外 根本没有人敢踏入东黄山一步 除了众多星空主宰被逼出之外 还有就是进入东黄山的人全部死了 就算混沌石碑的诱惑强大 也没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抢夺 正是如此 龙奥才非常的好奇 其他人都不敢随随便便地踏入东黄山 唯独南宫隐改 并且毫发无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这是第一次 龙奥发现南宫隐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般简单 给人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这也是龙奥真正开始忌惮南宫隐 就算南宫隐曾经动用九转生死境 保住了秦双双的元神不灭 不过龙奥心里却非常清楚地知道 自己和南宫隐到底是敌是友 至今还是未知数 防人之心不可无 龙兄恭喜 我也是侥幸躲过黑雾的侵蚀 要是我猜测的没错 龙兄已经吞噬了黑雾 略发地忌惮起来 南宫隐口中说得轻松 不过龙奥却知道 黑雾的侵蚀到底意味着什么 稍有不慎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更何况南宫隐却知道 自己吞噬了黑雾 太过神秘 龙奥表面看不出丝毫的异样 很是无奈地说道 没有被黑雾侵蚀 陨落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南宫兄 你知道东黄山的秘密 龙奥也是猜测而已 至于南宫隐到底是否知道 他也不敢确定 不过还是那句话 一直以来 龙奥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并且南宫隐给自己的感觉 和秦双双一般无二 好像自己认识南宫隐 已经很久很久 这种直觉太过奇妙 难道自己真的是转世之身 略知一二 还没有等龙奥说话 南宫隐则是继续说道 东黄山的确有着混沌石碑 并且不是一面混沌石碑 不过龙奥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如何 说说看 你我联手 东黄山的混沌石碑都归你 不过其中一样东西必须归我 如何 什么东西 彻底震惊了 因为在龙奥看来 混沌石碑乃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和混沌石碑相提并论 第2796张差距到底有多大 到底是什么东西 想来想去 龙奥都不知道 浩瀚星空有什么东西 可以比你甚至凌驾于混沌石碑之上 直觉告诉龙奥 南宫隐所要得到的东西绝对不简单 还是想不通 虽然可以放弃所有的混沌石碑 真是不可思议 龙兄 说我不能如实相告 似乎怕龙奥不愿意 南宫隐继续说道 我要的这件东西 对我非常的重要 超越任何东西 不过这件东西对于你来说 却是一文不值 成交 不管这件东西如何 反正如今的情况 龙奥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混沌石碑对自己实在太重要了 不要说多面混沌石碑 就算是一面混沌石碑 龙奥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至于另外一件事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南宫隐选择放弃混沌石碑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南宫隐本身肯定拥有着一面混沌石碑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深藏不漏 恐怕除了自己之外 仙界星空知道南宫隐拥有混沌石碑的人 少之又少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尽快地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 好 东黄山无边无际 就算是龙奥的原神 都无法覆盖整个东黄山 随着龙奥吞噬了所有的黑雾 外面的人已经可以进入东黄山 不过足足相隔半个时辰 外面才有人不断地进入东黄山 一边寻找混沌石碑和南宫隐所需要的那件东西 龙奥不知道是故意问 还是随便问 南宫兄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是不是之前认识我 虽然感觉有点扯淡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龙奥就是有这种感觉 似乎南宫隐好像认识自己一般 之前还不强烈 不过随着进入东黄山 龙奥发现这种直觉越来越强烈 南宫隐则是笑了笑 说道认识 果真认识 看来自己猜测得不错 不仅是南宫隐是转世之身 就算是自己很有可能转世之身 我们不仅认识 说到这里 南宫隐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只是笑了笑 叫得很是诡异 南宫兄 有什么话不妨只说 龙兄 我想问你一句 我们日后会不会成为敌人 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好回答 因为就算是龙奥 都不敢确定自己和南宫隐日后到底是敌室友 我们日后会成为朋友吗 哈哈哈哈 是敌室友 又有几人能够说得清楚 南宫隐并没有正面回答龙奥的问题 不过越是如此 龙奥越是忌惮南宫隐 龙兄 命述使然 不知道这一次 我是否能够成功 哎 这是什么意思 走吧 南宫隐明显不想多说 龙奥也没有多问 因为他知道 就算自己问了也是白问 要是南宫隐自己想说的话 那么根本无需自己多问 南宫隐也会说 两人尽量地避开众人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不朽先帝 也就是所谓的极限星空不朽 一旦遇到星空主宰 那么事情就麻烦大了 永生先帝 看着左侧方向快速而来的三人 南宫隐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哼 只是重重的冷恒一声 南宫隐却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龙奥只要看一眼 就已经知道双方肯定有仇 南宫隐 当初我们想要借助你的酒转生死境 救我们的兄弟一把 你却不同意 这笔账 我们今天是不是该算算了 三人之前都是先帝 本来是死兄弟 不过其中一人已经陨落 而当初要是南宫隐 借助酒转生死境救治的话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当初的三人虽然都是先帝 不过就算联手也不是南宫隐的敌手 万般无奈之下 三人立刻游走整个仙界星空 希望能够找到秘境或者混沌石碑 因为一旦成就半部星空主宰或者是星空主宰 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报仇 并且灭杀南宫隐 不得不承认 三人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数十年前终于各自得到一枚秘境 并且顺利地练化成旧半部星空主宰 数个月前刚刚报仇血恨 正当三人准备前往永生卫面 急杀永生先帝的时候 突然听说了关于东黄山的消息 立刻赶了过来 因为在三人看来 他们的实力已经足以灭杀永生先帝 早去和晚去根本没有什么两样 而混沌石碑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却不是时时刻刻都有 只是让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这次前来东黄山 居然遇到了永生先帝 这样的话 在寻找混沌石碑的情况下 出手灭了永生先帝 省得到时候再去一趟永生未面 南宫隐 当初你害得我兄弟陨落 今日我就让你下去陪他 嘲讽地笑了笑 南宫隐声音极其冰冷地说道 虎脚蛮缠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无需客气 不要以为你们三人成就半步星空主宰 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秘境 只不过也是星空神器罢了 半步星空主宰 当真是可笑之极 龙傲没有说话 因为直觉告诉他 这个南宫隐肯定没有表面看上去那般简单 就比如自己 虽然也只是极限星空不朽 不过自己的实力却要远远凌驾于半步星空主宰之上 也就是说如今的自己就算是想要击杀半步星空主宰 也不是什么难事 难道南宫隐和自己一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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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疯狂地大笑起来 见过狂妄的却没有见过这般狂妄的 三人当然已经感应到 如今的永生先帝虽然已经成就不朽先帝 不过不朽先帝和半步星空主宰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三人实在想不通 到底是什么给了永生先帝如此大的勇气和信心 居然敢公开叫板自己三人 南宫隐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半步星空主宰和不朽先帝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也会让你知道 就算成就半步星空主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第2797章瞬间毁灭秘境 南宫隐根本没有丝毫的巨异 哪怕面对的是三位半步星空主宰 如今的李家兄弟三人 根本没有将永生先帝放在眼里 开什么玩笑 一个小小的不朽先帝 想要抗衡半步星空主宰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不要说三人联手 就算是随随便变得出来一人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对方 林家老三已经红了眼 当初永生先帝给他们的五入历历在目 等了这么多年 等的就是这一天 死 李家老三动用秘境 刚刚上来就是最为疯狂的攻击 龙傲没有出手 他也很想看看 南宫隐的真实实力到底如何 南宫隐绝对不简单 果不其然 南宫隐手中突然出现了九转生死静 冷恒一生 夜郎自大 南宫隐冷恒一生 手中的九转生死静已经开始释放出黑白两道光芒 震惊的一幕发生 李家老三的攻击只要碰触到黑白光芒 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好像鸡蛋碰石头 如此的不堪一击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看着南宫隐手中的九转生死静都彻底傻眼了 这样的星空神器未免太过恐怖 人人都知道永生先帝手中的九转生死静可以逆转生死 却没有想到这件星空神器还如此的强悍 难怪南宫隐如此有信心 就算面对半部星空主宰都不拒 如此强悍的星空神器 李家三兄弟要是不动心 那肯定是骗人的 眼中透露出极强的贪婪 恨不得立刻击杀南宫隐 夺走对方手中的九转生死静 好强悍的星空神器 甚至可以比你自己的混沌符合混沌店 龙傲几乎可以断言 南宫隐手中的九转生死静 百分之百不是星空神器 而是所谓的混沌神器 并且还是非常强悍的混沌神器 哈哈哈哈 说你们夜郎自大 你们还真是坐井观天 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不是吞噬秘境成就半步星空主宰 就可以天下无敌 说完南宫隐手握九转生死静 就已经和李家老三战斗在一起 并且还是疯狂攻击 主动攻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朽先帝面对半步星空主宰 不逃走就已经很了不起 更不要说主动出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可能的发生了 大哥静观其变 李家老大和李家老二还是不想上去帮忙 毕竟他们要是三人联手 就算胜出也实在有点丢人 最重要的一点 不管是李家老大还是李家老二 都不太相信 永生先帝可以胜过自己的三弟 实在有点扯淡的事情 但是结果呢 就是扯淡的事情 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李家老三震惊地怒吼着 死死地盯着正在和他战斗的永生先帝 本以为靠着他成就半步星空主宰的实力 想要击杀对方 几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过现在看来 自己不要说击杀对方 是否能够全身而退都是一个未知数 永生先帝的实力太恐怖了 李家老三实在想不通 永生先帝只是不朽先帝 为什么实力却可以比你半步星空主宰 甚至还有些凌驾于半步星空主宰之上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想不通 实在是想不通 南宫颖似乎已经很不耐烦 速度飙升了一个档次 甚至还没有等李家老三反应过来 就已经来到身后 三弟 小心 已经晚了 南宫颖冷笑着 手中的九转声死尽 已经狠狠地劈向李家老三 李家老三随之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吼声 不过已经来不及转身 就这样 李家老三被九转声死尽狠狠的踢中 没有想象之中的身体飞出去 原神直接被吞噬 李家老三的身体也缓缓地倒了下去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甚至快得连李家老大和李家老二 都没有来得及出手相救 李杀了老三 陪 还没有等李家老二说完 南宫颖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枚秘境 正是刚刚被急杀的李家老三体内的秘境 也正是因为吞噬并且炼化了这枚秘境 李家老三才可以顺利地进击成为半部星空主宰 本以为南宫颖得到秘境会吞噬炼化的时候 震惊的一幕再次出现 南宫颖根本没有想着吞噬手中的秘境 而是冷冷地看着面前的两人 手中的秘境就这样被他直接毁灭 毁灭秘境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不要说李家两人 就算是龙傲都有点傻眼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就算是一般的星空主宰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除非是掌握了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 不过是否能够做到 他没有亲眼见过 至今还不知道 也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南宫颖却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毁灭一枚秘境 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难道南宫颖的本身实力已经凌驾于普通的星空主宰之上 而和云地可以相提并论 不可能 龙傲几乎可以断言 南宫颖虽然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居然还没有炼化 更加不要说掌握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南宫颖实在太过神秘 你 你 你 看着南宫颖瞬间毁灭了一枚秘境 不管是李家老大还是李家老二 都彻底被喝傻了 连连后退 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见过猛的 却没有见过如此猛的 南宫颖的实力已经超出他们的认知范围 刚刚的狂妄早就荡然无存 就算是三弟的仇都已经抛在九霄云外 离开 两人唯一想到的就是尽快地离开这里 要是有可能的话 这一辈子都不要和永生先帝相见 这样的实力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除非是能够吞噬混沌石碑成就星空主宰 否则的话 就算是他们两人联手 恐怕都不是南宫颖的敌手 走 李家老大好了一生 他可不愿意留下等死 刚刚说完就转身离开 要多着急有多着急 和刚刚的狂妄完全是两个人 李家老二当然不会留下 跟着大哥转身就跑 第2798章无奈 故意 连滚带爬 如今的两人根本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半步 星空主宰 而是两个想要逃命被喝破胆的人 哼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太容易了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两人没有丝毫的迟疑 直接飞奔而出 但是结果呢 南宫颖明显不想如此放弃 而是直接追了上去 短短的数秒钟时间 两道惨叫声随之传来 龙奥就已经知道 两位半步星空主宰已经完了 南宫颖灭杀两人之后 同样没有吞噬秘境 而是将两枚秘境直接毁灭 如此实力 堪称星空主宰之下第一人 龙奥心里非常清楚 就算是自己 外加动用混沌服 恐怕都不是南宫颖的敌手 这样的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于星空主宰 太过恐怖 要不是亲眼所见 就算是龙奥都不愿意相信 还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南宫颖 你还真是深藏不漏 如此轻易击杀三位 半步星空主宰 星空主宰之下第一人 非你莫属 南宫颖却是无所谓的 笑了笑 龙兄 你无需妄自菲薄 以你的实力 毁灭半步星空主宰 要比我更加轻松 真正的星空主宰之下第一人 应该是你 而不是我 自己根本没有出手 南宫颖却知道自己的实力 龙奥发现 自己的一切南宫颖 似乎都可以看透一般 南宫颖到底是什么人 看到龙奥不说话 南宫颖却是笑了笑 说道 龙兄 走吧 看到南宫颖不想多说 龙奥只是笑了笑 跟着南宫颖继续前行 这边的战斗 很多人都已经听到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赶过来 半步星空主宰的气息 除非是星空主宰 否则就算是半步星空主宰 都不愿意去找麻烦 完全是开玩笑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 招惹半步星空主宰 除非是吃饱撑着没事做 龙奥和南宫颖 尽量地避开星空主宰 毕竟两人都很清楚 各自的实力情况 就算他们各自能够 灭沙半步星空主宰 不过面对星空主宰 确实没有办法抗衡 南宫兄 不知道你要找的东西 到底在何处 渐渐地 龙奥开始发现 南宫颖似乎在带着自己绕圈子 虽然感觉自己 很有可能是多想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 直到此刻 龙奥都不知道 自己和南宫颖到底是敌是友 叫了笑 南宫颖很是无奈地 说到 我要找的东西太过诡异 除非是运气好 否则的话 我们很难得到它 从头到尾 南宫颖都没有说出 他要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龙奥却不想继续这样下去 他这次进入东黄山 甚至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威胁 也要踏入东黄山 为的就是顺利地得到混沌石碑 可以这样说 南宫颖可以等 他却连一秒钟都不愿意继续等下去 拖延的时间越久 对情双双越是不利 南宫兄 不如你我各自分开 寻找各自想要的东西 如何 对于龙奥话中的意思 南宫颖岂能不知道 也没有丝毫的多想 点点头说道 如此也可以 不过你要小心 要是遇到星空主宰 不要硬碰硬 恩 龙奥也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立刻转身快速的离去 看着已经消失的身影 南宫颖的脸色渐渐阴冷下来 冷冷地说道 曾经无法做到的事情 我会让你加倍换回来 行双双 哼 要是龙奥听到南宫颖的字语 不知道会如何想 东黄山无边无际 就算有着数十万的修仙者踏入 也好像逼滴水融入大海之中 要不是亲身经历地踏入东黄山 很难想象 一个未念的一座山峰 居然别有洞天 龙奥不敢浪费丝毫的时间 因为时间对于自己 严格来说 是对于秦双双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龙奥心里已经着急到了极点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不觉之中 秦双双在龙奥心中的地位 已经可以比你语音等人 就算是龙奥自己 都说不出个一二三 混沌石碑 自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出混沌石碑 龙奥甚至已经决定 要是无法找出混沌石碑 那么就算击杀星空主宰 强行夺得混沌石碑也在所不惜 明知不可为 也必须为之 龙奥当然很清楚 以自己的实力 当然不可能是星空主宰的敌手 不过为了秦双双双 就算是九死一生也在所不惜 要释放在平常时刻 龙奥肯定不会如此的张扬 毕竟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自己拥有混沌石碑的话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现在 龙奥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无属性混沌石碑漂浮在龙奥的面前 瞬间释放出恐怖的气息 蔓延而出 就算无法覆盖整个东黄山 但是能够覆盖多少算多少 正在寻找混沌石碑的众人 突然感应到混沌气息 一个个惊喜不已 立刻朝着龙奥的方向快速而来 短短的数十分钟时间 龙奥四周已经围满了人 这是什么情况 看着龙奥面前漂浮的混沌石碑 所有人几乎可以断言 此人的运气居然如此好 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寻找到一面混沌石碑 不仅如此 很多人都已经认出 面前此人 就是之前不惧生死踏入东黄山的人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此人不仅没有陨落 反而顺利地得到混沌石碑 毫无疑问 看到龙奥面前漂浮的混沌石碑 很多人一涌而上 不过所有的星空主宰却没有一个人动 一个个脸色凝重地看着此人 因为他们想不通 既然此人已经得到混沌石碑 按照正常情况 应该找个隐蔽的地方练化才对 结果却是 此人肆无忌惮地在这里练化混沌石碑 是无奈 还是故意如此 此人要真是故意的话 那么又是为了什么 所有的星空主宰都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其他人明明知道此事很是蹊跷 还是毅然决然地出手 为的就是能够顺利地得到混沌石碑 从而成就星空主宰 第2799章裂缝吞噬 龙奥根本无视四周所有人 既然敢释放混沌石碑 龙奥就已经猜到会是这个结果 只有靠着无属性混沌石碑 才能够感应到东黄山的其他混沌未面 为了秦双双 就算面对危险也是值得的 对于秦双双 龙奥越发的不一样起来 感觉很是特别 龙奥没有去管其他人 因为要是换做其他的混沌石碑 就算无法吞噬 也可以随便地碰触 大不了混沌石碑自行离开 唯独自己拥有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要是敢碰触无属性混沌石碑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被混沌石碑直接吞噬 这就是无属性混沌石碑的恐怖之处 既然你们想死 自己也绝对不会拦着 果不其然 正如龙奥所想的一般 他之所以敢公开释放自己的无数混沌石碑 就是知道无属性混沌石碑的恐怖 啊 有人终于碰触都混沌石碑 不过随之就传来惨叫声 甚至还没有等着人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混沌石碑吞噬得干干净净 这是怎么回事 短短的数秒钟时间 就有着不下于数百人被混沌石碑吞噬 这一刻的星空主宰门 终于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不惧其他人了 好恐怖的混沌石碑 他们也都吞噬了混沌石碑 不过自问自己吞噬的混沌石碑 却没有这般的强大 看着面前被吞噬陨落的众多修仙者 剩下的人直接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还是那句话 虽然混沌石碑的诱惑力足够巨大 不过和性命相比较起来的话 还是有点不够看 很是震惊 根本没有人知道 面前的混沌石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很多人都已经想到 混沌石碑如此 肯定和混沌石碑后的青年有关 说不定 能够控制住青年 就可以顺利地得到混沌石碑 想到这里 所有人全部朝着龙傲而去 一眼望去 密密麻麻 足有数千人之多 众多星空主宰依然没有动 因为他们还是感觉看不透这个青年 太过震惊和想不通 一个小小的不朽先帝 居然能够做到如此 要说其中没有猫腻 打死他们都不会相信 难道此人根本不惧 要真是如此的话 要是贸贸然行动的话 到时候恐怕会得不偿失 众人当然知道 面前的混沌石碑意味着什么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恨不得 立刻得到这面混沌石碑 不过他们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不过其他人却不是如此 谁先得到混沌石碑 谁就有可能成就星空主宰 星空主宰 浩瀚星空的最强者 一旦成就星空主宰 到时候便是要风的风 要雨的雨 康 龙傲本身想要借助 五属性混沌石碑 感应其他的混沌石碑 却没有想到 前后还没有感应了 五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招来如此多的人 并且还要向他出手 龙傲可不会手下留情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尤其是这个时候 自己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打扰 鬼知道秦双双现在是什么情况 时间紧迫 不能耽误丝毫的时间 想到这里 龙傲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手握混沌斧 直接朝着四周而来的人 狠狠地劈了出去 混沌九斧第三斧 昏灭苍穹 混沌九斧的前三斧 第一斧和第二斧都是大范围攻击 唯独第三斧是一对一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联想都没有想 直接动用第三斧 吞灭苍穹 吃吃吃吃吃吃 随着龙傲动用混沌斧 四周的空间开始出现 星空裂缝 没错 正是星空裂缝 不管是之前的浩瀚 星空还是现在的仙界星空 龙傲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碎裂星空 这一点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无法做到 这是什么 所有人看着面前出现的星空裂缝 彻底傻眼了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星空裂缝意味着什么 星空裂缝乃是浩瀚 星空最为强悍的力量 根本无人能够抗衡星空裂缝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可以碎裂星空 释放出星空裂缝 要不是亲眼所见 根本没有人会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太恐怖了 四周很多人的速度都已经飙升到极限 就算看到面前出现了星空裂缝 想要刹车明显已经来不及 很多人都被星空裂缝吞噬 甚至连反抗都来不及 就已经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转眼间 已经有数百人被星空裂缝吞噬 想想都知道有多么的惨烈 龙傲的修为已经顺利地恢复到极限 星空不休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半部星空主宰都可以轻易抹杀 至于其他人更是可以秒杀 数百位星空主宰彻底震惊了 因为他们见过强悍的 却没有见过这般强悍的 龙傲要是星空主宰也就罢了 可是结果 龙傲只是小小的不朽先帝 却能够做到秒杀 这也无所谓 毕竟就算不朽先帝如何强悍 在他们这些所谓的星空主宰面前 其实还是龙傲一般的存在 让他们感到真正震惊的地方却是 对方居然能够破碎星空 看着众人被星空裂缝吞噬 众多星空主宰也是喝了一跳 因为就算是他们 要是被星空裂缝强行吞噬的话 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对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难道是对方手中的这柄斧头 很多人都已经猜到 对方之所以能够破碎星空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手中的这件星空神器 要是自己能够顺利地得到这柄斧头 那么就算面对同等级武者 也可以做到灭杀 想到这里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贪婪 恨不得立刻得到 这种一天星空神器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动心了 星空主宰能够想到的事情 其他人怎么可能想不到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的破碎星空不仅没有起到振折作用 反而使得众人越发贪婪起来 不仅想要夺走混沌石碑 甚至还想要抢夺他手中的混沌斧 第2800章超越 这一次不仅是其他人 就算是星空主宰也没有忍住 开什么玩笑 先不说混沌石碑 单单是此人手中的这件星空神器 实在有点逆天 根本没有人能够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混沌石碑相信有很多的星空主宰不会立刻出手 毕竟龙奥太过诡异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龙奥手中的星空神器 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范围 这种破碎星空的神通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无法做到 可以这样说 要是在混沌石碑和这件星空神器之间选择的话 那么所有的星空主宰 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件星空神器 从而选择放弃混沌石碑 原因很简单 不管是哪一位星空主宰 本身都已经吞噬了混沌石碑 这次之所以前来 为的就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混沌石碑 从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下属星空主宰 不过如此逆天的星空神器 却是可以直接加强自身的实力 这比再次得到混沌石碑有用得多 没有人是傻子 当然知道会如何选择 龙奥也很快想出事情的根本 暗叹一生自己太过大意 要是正常即杀 那么星空主宰门 肯定不会冒冒然出手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 他也没有丝毫地后悔 想要对付自己 龙奥根本没有丝毫地害怕 下一秒钟 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带着混沌石碑都已经消失不见 啊 对方和混沌石碑都不见了 看着面前空空如也 已经做好准备绝杀的众多星空主宰 一个个全部傻眼 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知道对方到底去了哪里 所有的星空主宰都在锁定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将其锁定 彻底震惊 就算是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 也似乎有点不太相信 混沌店内 龙奥常常地松了口气 虽然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甚至已经可以击杀半部星空主宰 不过面对星空主宰 还是有点不够看 更好看 刚刚的星空主宰数量实在太多了 就算是每个人一招 自己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很是苦闷 因为情双双的事情 龙奥知道自己这次是太过着急 如今暴露混沌石碑和混沌府 恐怕自己只要离开混沌店 就会有无数人对付自己 不管是无属性混沌石碑还是混沌府 都是其他人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算是星空主宰都不例外 不能借助无属性混沌石碑 去感应其他混沌石碑的存在 那么寻找起来将会更加的困难 到底该怎么办 之前所有人进入东黄山 就是为了寻找混沌石碑 但是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寻找混沌石碑 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寻找刚刚的那个人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此人身上不仅有着一面混沌石碑 更是有着一件逆天的星空神器 这件星空神器甚至连星空主宰都无法抵挡住诱惑 可想而知 这件星空神器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正是因为如此 所有人都在疯狂地锁定神秘人的位置 因为这个时候 比拼的不是实力 而是运气 要是运气好的话 那么就可以锁定对方的位置 到时候只要杀了对方 那么就可以顺利递得到对方手中的混沌石碑和星空神器 想想都感到激动不已 神秘人在无数的星空主宰和强者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 但凡知道的人 无不大惊失色 震惊得无与伦比 很快就有人已经纷纷猜测 神秘人除了拥有混沌石碑和星空神器外 甚至很有可能还拥有一件逆天的空间星空神器 一想到空间星空神器 并且还是连星空主宰都无法感应出来的空间星空神器 无数人都为止疯狂 纷纷猜测 此人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拥有如此多的东西 每一件东西拿出来 都足以震惊整个浩瀚星空 三天时间 转眼而视 本以为可以快速地锁定对方的位置 结果却是 已经锁定了三天时间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顺利地将其锁定 甚至连星空主宰都无法做到 得出的结论就是 神秘人手中的这件逆天空间星空神器 太过强悍 其实龙傲已经出来 不过有意地躲过所有人 东黄山无边无际 要是龙傲有意为之的话 同样很难有人发现他的踪迹 不过龙傲却不敢继续动用无属性混沌石碑 去感应东黄山的混沌石碑 这样的话 想要找到混沌石碑 实在有点太过困难 东黄山 一处极其隐蔽的山洞内 龙傲看着怀里的秦双双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感觉秦双双和自己的关系不简单 似乎认识了无数年 并且看着怀里秦双双的脸色 很是心痛 甚至要超越他和雨英等人的情感 喝了一跳 龙傲心里非常清楚 众女之中 他最爱的一个便是雨英 毕竟雨英是他的第一个女人 不过看着秦双双 龙傲却发现 自己最爱的是秦双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只是刚刚认识秦双双 前后还不到数天时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和秦双双都是转世之身 并且前一世的关系不简单 除了这个解释之外 他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不过秦双双和自己到底是什么关系 龙傲却不知道 想要搞清楚 看来不是那么简单 如今唯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寻找到一面混沌石碑 从而治好情双双的伤势 想想简单 真正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待会讨论